就是問醫生說怎麼辦 就說他說要曬太陽 怎麼吃D3 吃鈣片 吃小魚乾 像我每天都在吃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我就是也是去做健檢 然後你看我這麼健壯對不對 他也說我開始有骨質疏鬆 但是輕微這樣 所以我就開始就也是吃 D啊 K啊什麼鬼的 然後曬太陽什麼的 然後但是他說運動真理有差 然後再來是 其實太瘦也不好 因為他說身體骨骼 還是要脂肪保護 是不是在炫耀 沒有這是困擾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是很 像我之前出外景 玩一下就很容易受傷 因為沒有脂肪保護 對這就在炫耀 沒有啦我是說真的啦 那因為你知道就是說 還是要練肌肉 它才能保護你的骨骼 所以你看女人多辛苦 又不能太胖又不能太瘦 對啊 然後又要穿高跟鞋 穿完高跟鞋回家 那骨頭整個都要散掉了 而且我跟你說 就是說一定要練習你的 要build up你的肌肉 因為要不然老了之後 很容易有肌少症 對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都因為腳太瘦 然後沒有那個肌肉 後來就發現老的時候 其實都要用助行器來走